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常观比例不对的话左右两边都是各是有一条黑色的东西 那么大家是更加喜欢我把它延展开来 就是伸长变变把那个长变长一点 还是喜欢这样我搞了一个好弄了一个特效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有一条马赛克那样的东西 那么那条的话就是反正就是跟那个视频是一样的吧 那么我这个队伍的话我曾经也用过一次 那么还是没换还是那个不怎么样的队伍会认为 那么有据金怪鳄鱼是龙武 不剑武的那么还不是龙武的应该是 剑武而且没有水盆那很伤了 没有先就是速度实在太慢了 那么龙武或者带水盆会好很多 那么猛马突就有塔布雷雷以及这个特奈项的嘎啦嘎啦 那么他有一只小吃人蛙 同样也是带猛马大甲 磁铁以及围巾的植鱼键还有塔布菲尼 那么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么这次这场对战我好像加速的有点多 那么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我录制的时候录着录到一半睡着了 所以有些地方视频好像有点问题 应该不怎么影响看的吧 那么一开始他就手发小时转滑 非常无奈 我只能直接换了 因为麦卡矩晶飞炸的重要 对于突破他的塔布菲尼来说 那么突破了塔布菲尼的话 我这场才有可能赢 那么而且的话他的菲尼还能把我的雷雷场地盖掉 所以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对手直接选择了UT 那么还好吧 OK那么换上猛马上来 猛马的话一定会撒丁的 所以的话这里的话安全的很安全的一番UT 那么UT的话主要是可以蹭掉他的潜在气窑吧 OK走人 那么这里的话换上雷雷 那么雷雷的话就是要强行输出了 那么对手的话好像有磁铁有那个菲尼可以换上来吧 那么我的雷雷的话好像是眼镜的吧 如果没搞错 那么这里很耿直点了一番RP弹 其实的话如果是眼镜的话 我自己的话是RP弹的话 主要是可以让他磁铁还有忍蛙都不能上来 但是不一定是特别好的选择吧 上的那两个东西 那么一个RP弹砸过去 还是有那么一点疼呢 那么菲尼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东西的话 如果也真的要强行突破 那么这里的话我是独立一番双幻 因为我觉得这番双幻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很可能上那个巨星怪 那么没想到对手是带这个Nature's Madness 这啥东西的 非常烦啊 对手是带了这个自然之怒的 那么菲尼的话带自然之怒 还是其实有真的有不少的 那么我的雷雷血量 我这里直接流场 我这里继续读他换人 他还是没有换人 那么这里的话对手安全的选择一番月报 我的雷雷还没死掉 那么但是的话好像已经上不来了 OK那么这里的话 我如果清掉钉子雷雷还能上来的 而且雷雷的话 由于他超能场也能挡掉猛马的那个什么 猛马的 猛马的叫啥 猛马的那个 呃兵飞什么的 所以也还好吧 那么这里吃了一番月报还是挺疼的 那么菲尼这只东西的话 其实你要强行突破他的话 的确还是挺硬的吧 我可能说 真的是挺硬的一只东西 那么这里的话一个地震 呃 但是的话如果他就是 由于他缺乏回复能力 也不能睡觉 那么在长久来看的话 呃 然后的话 然而这里我点了一番地震 地震的话只打那么那么一点啊 这是这是远处或意料 我以为可以那么 三轴球可以打死 那么这里的话大家都 诶 我miss了一番流行犬 对手miss了一番 刚才miss了他自然之怒 那么回一加血 那么菲尼是一定要突破的呀 对吧 流行犬过去 那么这开局其实打的 有点小耿直啊 OK 那么这里的话忍了上来 没有办法了 那么剧情怪太重要了 不能吃 不能不能不能 那么快的是送掉啊 毕竟的话要挡 他那个 可以挡他的电话失火 那么这里送掉雷雷 可惜啊 雷雷其实这场的话 我不应该让雷雷吃怒的伤害 因为雷雷是 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他 突破很多东西的呀 那么这里的话 我的 我的鳄鱼的话 可以持下对手 一发攻击 那么可以进行 输出的 那么这里的话 一发地震 OK 那么出了 非常非常幸运的 出了一发CT带走了 不然的话 对手那个小镇王 我也的确不知道 怎么解决好 如果我有水喷的话 就可以两发把它搞掉 但是 实在是没有水喷的 那么这里的话 直御剑 围经直御剑这种东西 就是实在是很麻烦 很麻烦 因为的话 你不能进行炮灰 OK 那么对手选择了圣剑 那么应该是赌我的那个巨金 因为如果围经直御 一般的话 大家喜欢炮灰 然后上东西 但是如果你面对那个围经直御剑的话 如果你炮灰一直的话 对手正一之后的话 很有可能滚雪球 你就一下子就滚熟了 那么对手的话 面对我这个 阿罗拉 上了他的那个自爆磁绘 那么对手选择了 一发flash cannon 那么还好吧 不是特别的疼 那么这里一发地震过去 因为我没有加工物攻 也没有那个thick club 古棒的话 实在输出是不行 OK那么没打死 那么这里的话 对手很明显是 对手有可能是AV的 这个伤害 这个伤害的话 应该是眼镜的吧 如果没搞错的话 那么这里的话 对手还会使用那个光炮的话 我就可以换上我的growth了 毕竟growth的作用 也不算特别的大吧 那么由于的话 我不想让我的那个阿罗拉 嘎啦嘎啦吃下那招 是因为 因为他上场的话 我还是要吃掉眼钉 所以的话 我还要保证充足的血量 来对付他的直御剑 诶诶这里 我去 我去 我刚才减多了这里 我刚才也是说 因为我之前睡着了 然后需要 后面那段重新录了 然后就减了一下吧 应该是 OK那么这里的话 他上了大甲Mega了 我们都 我让出了子弹拳 对手让出了电光石火 把我收掉了 那么这收到 就可以上突救上来 先把钉子清掉 那么对手也是上了 上了他的那个 下压住 诶我点了一发fallplay 好吧 好吧好吧 好吧 我点了一发fallplay 那么应该是 读他可能 其实那个血量呢 好像也直接能收走了 我的fallplay 好那么对手的话 一发冰柱追落 打到我的物奈突救身上 打不死的 还是打不死的 那么对手原来是命运的 那么这里的话 先把钉子除掉 OK那么 那么生翻再回一口 那么对手冰飞把我 把我打死 完全没问题 那么对手的话 剩下这个 还有他的植玉剑 还有他的那个叫啥 他的大甲 我都是应该能 没有太大问题的吧 这场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能拿下了 那么这里的话 对手是急速的 那么速度就给我快 其实他这里 可能不应该上这个的吧 但是的话 别的东西的话 我又不是很想吃冰飞 那么这里很不幸 还是要对手把他的那个钉子撒出来了 有点小麻烦 毕竟我真的实在是不想被他吃 让我的嘎啦嘎啦吃一盐钉 那么这里的话 他莫名其妙的点了电光石火 他应该是堵我的点水喷 所以他想电光石火把我收掉 但是没有把我收掉 然后的话 我自己破罐子破摔 然后就没点冰犬 那么冰犬的话 是可以把他打死的 那么这里对手剩下大甲 以及嘎啦植玉剑 那么这里的话 对手绝对不会他流场的 如果他流场的话 被我冰飞带走的的话 那么只一剑的话 单挑是单挑不够的 嘎啦嘎啦的 那么所以的话 我自己果断点了一发地震 那么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先读 那么地震加冰飞 可以把对手的卡塔塔收掉了 OK 其实刚才最后就是一个55时来的吧 那么如果谁能猜对的话 谁就谁就赢了呗 好 那么对手的话 最后电光石火 没有把我打死 我这一个冰飞 把对手的麦卡大甲带走 那么这场也就是这样拿下了 OK 说实话这场的话 早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 特别是我一早的话 他太早让雷雷 太早让我的塔布雷雷死掉了 那么雷雷的话 可以帮助突破他的菲尼 以及他的那个 萌马什么的吧 然后的话 嗯 这场也就是这样吧 对手的话 我是非常幸远地出了一个CT 解决对手的人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55时来的 那么我应该猜拳 独队了 那么这场就拿下了 OK那么谢谢大家观看 那么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别的视频 订阅一下 留个硬币点个赞什么的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